当你要卖号时 弹仔的反应 兄弟们 这个弹仔说要退油 准备低价卖号 咱们一起来看看值不值 小兄弟 放心 保证物美价廉 给你看看我账号上的皮肤 哎呦 你可别说 这些有皮肤真不少嘞 看和你有缘 十万弹币便宜卖你如何 呃 十万弹币 还算良心 只不过啊 我身上的弹币不够呀 哦 哎 有了 我可以把现在的账号卖掉 再怎么说啊 咱背包里面也是有点损货的 娃哥 你等着 我现在就抽钱去 哦 什么 卖号 那岂不是说 我要永远离开主人了吗 不要啊 仔仔不想和你分开 怎么办 兄弟们 我该如何挽留主人呀 不行 我要阻止这一切发生 有了 我可以选择离家出走 从主人的账号上消失 哦 朋友们 如果一个没有弹仔的账号 还配叫弹仔派对吗 我就不信有谁会买这种账号 啊 すごい 为管理人 我要申请离开主人的控制 小弹仔 根据弹仔岛的管理规定 我需要知道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 情况我已经了解清楚 你的申请可以通过 谢谢管理人 哼 主人 看你这次还怎么卖号 朋友们 大家一起给视频点个赞 看我如何热试小技挽留主人的 兄弟们 找到买家了 我现在就上号 向买家展示背包皮肤啊 主人上线了 不过这次 不会再慌慌张张的去迎接主人 而是找个地方躲起来 不要被主人发现 怪了个道 兄弟们这什么情况呀 我弹仔呢 怎么只剩下一副像素眼镜了 难道是刚硬的bug啊 那不行 这种情况下 我还怎么卖号呀 弹仔派对 游戏里面却看不到弹仔 你说搞不搞笑 投诉啊 必须来小心向这里提出反馈 我来 啊 管理员 你来得正好 这什么情况呀 这不是游戏的吧 你的小弹仔知道你要卖号 所以选择了离开 接触了你对他的控制 什么 离开 他说 我只信任慧哥一个主人 我不想服务其他的主人 所以 请原谅我做出的选择 是啊 自从决定卖号之后 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小弹仔的感受 或许 我的举动伤透了他的心 管理员 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吗 哦 主人想要包急的皮肤 我并不反对 但是我希望请不要抛弃我 我可以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你 一百弹币可以吩咐我做任何事 好 那就帮我把弹仔岛打扫干净吧 你的小弹仔就在前面 灰哥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一百弹币可以吩咐我做任何事 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吗 一百弹币可以吩咐我做任何事 一百弹币可以吩咐我做任何事 小弹仔这是在为我赚单币吗 是我错了 都是因为我鬼迷心窍 伤透了小弹仔的心 我决定了 不会再卖号 也不再要什么稀有皮肤账号 在我心里 小弹仔才是最珍惜的好朋友 管理员 我现在就下线 去商量卖号的消息 麻烦请你转告小弹仔我的心意 太好了 我的计划成功了 主人终于不再卖号了 管理员 那请你恢复主人对我的控制吧 好的 小弹仔 主人上线了 拜拜 管理员 我要去迎接主人了 回来了 我的小弹仔回来了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主人 小弹仔也永远不会离开你了